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自2020年增设新创项目 吸引各国新创团队参加 今年大会规划了医疗科技、洁净科技、金融科技、软体及其他项目共5个领域 台湾今年有14家团队入选5个领域当中的前10强占比居全球新创之冠 新创团队结束马里兰州行程之后抵达加州矽谷 与当地政府、科技社团、创业家及投资人进行交流 增加国际曝光机会 加州政府推广绿能 因此有超过150万户家庭屋顶装设太阳能板 但20到25年使用年限到齐后 太阳能板的回收成了一大考验 但也是一大商机 台湾新创公司红盾 以提供太阳能板无毒回收解决方案 能够把回收再处理的废弃排放降低99% 受到美国部分州政府关注 也已经与加州洽谈落地资源 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些东西很快速地处理掉 那加州也可以是其他州的接近 因为这的话只有加州一个州 把太阳能板的话 从那个油毒废弃物转换成通用废弃物 洪家聪也期望10年内能达到美国50%的市占率 并跨足到欧洲发展 率团的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表示 净零碳排是现在重要趋势 台湾政府协助新创 会强化用数位工具 侦测碳排达成减量目的 中央设计者张新宇就近山报导 台湾新创 Go Go Go